近期,印度空军参谋长巴达乌里亚上将称,印度首款五代机MCA进入首飞倒计时阶段,预计2024年首架原型即将亮相,最早2025年实现首飞,目前印度空军已经敲定了采购这款战机的计划,数量不少于126架。 未来印度空军计划全面淘汰国内落后的三代机,打造以AMCA五代机为核心的隐形战机中队。 AMCA的研制计划始于2001年,当时印度申请了一大笔研制五代机的经费,在2009年,DRDO组织在印度航展期间向外展示了AMCA的风度模型。 在2010年,有消息称,印度政府计划拨款20亿美元,重点打造这款国产五代机,并计划令这款五代机在2014年实现首飞。 不过,由于一系列的问题,AMCA的首飞日期经过多次拖延,最终确定在2025年实现首飞。 从印度公布的资料来看,AMCA是一款单座双发第五代垂直起降隐形战机。 该机起飞重量20吨,将广泛地采用隐身技术,例如配备S进气道的发动机,采用内埋式弹舱等。 此外,AMCA将安装先进的航电系统,拥有超强的空中态势感知能力。 从数据上来看,AMCA的性能看起来符合五代机CS标准,具有一定的逆踪能力。 但结合印度航空工业实力,AMCA能否成功问世,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。 在AMCA之前,印度研制出了国产LCA战机,该机名义上是国产,实际上是拼凑出来的万国牌战机。 而印度想要自研出五代机,首先需要一款推力强劲的国产发动机。 目前,印度尚未研制出该类型的发动机,这成为制约AMCA后续研制的新难题。 印度军方计划依旧沿用LCA的制造方法,从美国通用电器采购一批F414发动机。 该型发动机并不是专门为隐形战机研发,也不具备令战机做到垂直起降的能力。 所以,AMCA性能引发外界质疑,其可能并不具备隐身性与垂直起降能力。 虽然AMCA存在许多问题,但这并不妨碍印度将其称为一款五代机。 印度斯坦航董事长马达哈文表示,AMCA的性能要全面超越中国G20, 因为G20并不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五代机。 而AMCA具备五代机4S标准,极有可能成为亚洲首款真正意义上的五代机。